HELLO 歡迎收看Veve Terrell 今天呢我要做的就是一個開箱分享 今天這一個是我新買的一副牌 它是雷諾曼的卡 它叫做 Healing Light Lennerman Christopher Butler 的這一副牌 那它這一副牌的話 它有六個不同的語言 它裡面說明的話是韓英文 有六個說明 它沒有中文版 我不曉得台灣買不買得到 或者是就是亞洲其他地方買不買得到中文版的 但是我的這個的話 它是就是什麼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 法文 那裡面是這樣 然後它這個裡面這一本書呢 是這樣子 它這張這副牌卡還挺大的 你打開我的手 我的手不大 但是你看它就是 跟一般的那種神譽卡差不多大小 然後它這個裡面就是說明的話是這樣 它就沒有圖 就是直接說明 然後有六種不同語言 OK OK 然後呢 我們就來 它這個卡 其實就是雷諾曼卡 應該是說 你要可以看得到 看的那個卡 馬上就知道這個卡是 哪一張 那它這裡面有幾個的話 就是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想說 欸這是哪一張 那我們待會我看的時候 我會跟你們講是有幾張 就是 欸 要就是你會想一下 那這個是第一個 騎士 幸運草 船 房子 樹 我很喜歡這張 是因為它是紅色 然後還有這個 這種愛心掛在樹上 雲 然後蛇 這蛇看起來非常可怕 太逼真了 然後這個是那個 棺材 然後這是花樹 像這個就是 你要仔細看 它其實就是這個鐮刀 但是因為你會被它這個人給 有點 就是 欸這是什麼東西 它是鐮刀 然後這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鞭子 這是鳥 這是小孩 然後這個是那個狐狸 但是 如果你 乍看你可能也會以為是狗 但這張應該是狐狸 這是熊 然後這一張呢 就是讓我想了一下 然後我後來還要看一下 就說到底是哪一張 它其實是星星 這就是那個星星 這就是那個星星 呵呵呵 好不好笑 因為我想說這什麼東西啊 對 它是星星 這一個是那個 Stork 我不曉得中文是什麼 就是反而代表那個 候鳥是不是 候鳥吧 這是狗 塔 這個是那個 那個 那個 Garden 院子 庭院 就這張 這張我一開始以為是太陽 然後我就想啊 太陽 然後後來真的看到那張太陽 才說 欸這張是什麼 這張其實是 山 是不是 太陽太明顯了 太陽太明顯了 以為是太陽 但其實是山 然後這是那個交叉路口 包數 愛心 戒指 這些都OK 這本書比較特別 一般的雷諾曼卡的話 那個書都是關起來的 但是這張 這副牌 它的書是打開的 所以我一開始還想了半天說 欸這是書嗎 應該是書吧 因為它的書又不是 裡面也不是寫什麼東西 它竟然是地圖什麼的 所以就還蠻有趣的 然後這張是那個 姓 但是它也不是用一個姓 姓指 姓風 它是用一個明信片 蠻特別的 這是男人 女人 然後這是那個 百合 這就是真的太陽卡 月亮卡 鑰匙 魚 然後毛 然後十字架 然後這一個牌呢 它還有就是多送 各一張男人跟女人 所以如果你需要做 就是男男啊 或女女啊 或者是在多一些人的時候 什麼三角關係 直四角關係 什麼之類的 你也可以就是 可以把這兩張牌 也一起加到牌卡 裡面去 就是就可以多 多一些多人的 那 我今天的那個分享就到這邊 那 不要忘記就是分享 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等一下呢 因為我也有一個 Instagram的那個 IG的那個賬號 那我等一下會用這一副牌呢 就是做一個小小的一個 reading 因為我今天就是覺得 還蠻想做一個 reading 然後用這副新牌的 所以 所以 但是它因為不是選 選卡 那種 那種 那個 的 reading 所以我就不會放在 YouTube上面 會放在IG上面 那所以 呃 你想要看就是 我用這張新 這副新卡 然後做的一個 reading 然後關於 呃 就是一些訊息啊 什麼的話 可以去我的IG 然後 訂閱分享跟按讚 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